周一的美股市场其实还是比较平静的 市场也不可能天天处于一种亢奋状态 这也是最真实和最常态的投资环境 也是咱们频道slogan 一起出海投资不孤独的原因 希望大家可以领悟到这句话的精髓 也要习惯这种无聊的行情 投机固然很过瘾 但是投资说实话还是比较沉闷的 大家要分清楚咱们是来市场上赚钱的 还是来赌博投机的 其他的博主可能为了流量 天天把噪音当做他们的视频节目的焦点去炒作 但我的频道可能比较无聊 所以一直也没啥流量 对吧 废话扯远了 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就来一起总结一下周一 美股以及各类资产的走势 以及再来看一看周二 是不是又会是无聊的一天 节目开始之前 记得点赞评论加订阅 一键三连 我们一起出海投资 不孤独 惯例先来看一下宏观大方向 那么盘出公布的美国9月 标普全球制造业 PMI出值是录得47 预期是48.5 粗略来看的话 就是不及预期是利空 但目前美联储已经降息了50个基点 作为防范了 所以这反而推高了继续降息50个基点的概率 有一点坏消息就是好消息的味道了 而同样公布的服务业 PMI出值是录得55.4 比预期的55.3 是略好于预期超过市场的 那么也显示整个美国的服务业保持强劲 所以也是增大了市场对于美国经济软着陆的这么一个看法 同时多位美联储的官员 他们的讲话也是隔派居多 表示将会继续保持降息的看法 所以现在Fedwatch压注也很有意思 是吧11月再降息50个基点的概率已经来到了53% 然后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只有47了 不过这些都是动态变化的 值得乐观 但是咱们也是保持乐观 只有这个数据越接近降息前夕才是最准的 那么股指方面的话 四大股指三涨一跌 罗素今天是软了一点 但是各大股指其实全天都是维持在0.5%之内在震荡 好像在玩织布机看新电图 也比较的说实话无聊一点 虽然无聊 但是整体的盘面来看的话 还算比较的健康 反正半导体这两天 也比其他的股指涨得要稍微的好一点点 毕竟前期是吧 都是涨一些公共失业 包括银行保险这一块 反正就是一个正常的轮动状态了 Meta方面的话是继续创出新高 虽然聊的不多 但是今天也跟大家来讲一讲 可能想追高的朋友还是挺多的 因为我个人的目标价是给到600 大家自己算一算也有10%的空间 是不是 投行给出的最高目标价是660 我个人觉得660这个价格放到25年 会是比较合适的 今年我个人维持就是600元 是足够的了 那么这个660甚至700 不是说它没有可能 那么只要它的业绩继续向好 对不对 那25年还是可以打到这个660 甚至是700的 只是我不希望它长太快 不然后面的话 你就没有炒作的内容和空间了 那么其实消息面上来看的话 Meta也都是一些炒冷饭的东西 你放在现在的技术走势图上去看的话 我个人觉得既没有买点 也没有卖点了 因为你前期没有跟着抄底的话 现在追高 我个人觉得是不太建议的 因为连续上涨之后 很容易你就会套在山顶 然后又等着截套 虽然看上去600 你现在套一套无所谓 但是你持股体验就不太好了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看看大选的博弈 会不会砸出一个Meta的新的买点 看看能回到540 甚至是530左右的位置可能会更适合一点 暂时来看不太着急 苹果方面是保持220附近的一个震荡 那么上面有230左右的压力 下面有200左右的支撑 在没有更多销售数据出来之前 现在谁也不愿意去拉抬 市云率30倍左右的苹果 反正短线想低细的话 我个人觉得还是放在200元左右 甚至是下方会更加的安全 就看看10月 同样能不能看看大选博弈 是吧 前面说的魔咒能不能应验了 如果能砸一个深坑出来 然后再配合 是吧 说苹果的销量又不及预期了 媒体又再次炒作说苹果没落了 没创新了 之后到时候这些地方才能有黄金坑的机会 反正8月初咱们一起朝底的200元左右的筹码 目前也不需要操作 是吧 虽然可能这个位置不便宜 可以减仓 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减仓 对不对 但是我也感觉好像咱们频道里面买苹果的人 好像不是很多 也没有太多人在问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另外就是特斯拉 今天是大涨5% 算是登上了全球热搜了吧 创了两个月来的新高 那么消息面方面的话 巴克莱是预计中国区的特斯拉汽车销售是出现反弹 三季度的交付量 是超普遍是超过了市场的预期 那么加上下个月10月10号是吧 这个Robotax的推出 那么现在的资金已经提前的买入去推动股价的炒作了 说实话 特斯拉的利空消息和利好消息 其实每天都有 咱们也没有说天天去跟踪他们的利好或者利空 其实就看华尔街选哪一个去炒作而已 因为基本面包括经营方面的东西 特斯拉和马斯克每天都在正常的上班 对不对 我们作为股东 虽然他也是股东 他是CEO员工 是吧 他作为员工 反正就看了他怎么干活就行了 反正我个人的观点还是对于股价了而已 200块钱的特斯拉 当时可能很多人挨打不理 对不对 现在一张车票250可能又是一波的抢购高潮 短线来看的话肯定是密集成交区也就是260到270左右 肯定是有非常强大的短线压力的 那么至少还需要两到三个利好消息 包括华尔街媒体去炒作才能把区间给突破掉 如果发力不足的话 不排除这里面又会做一个形态 去做一个盘整和调整 之后再去看300了 反正一口气想上300还是有难度 这里面毕竟也快盘了一个多月 整个7月都在这里盘 大家就不要太着急在这里追高了 持有的就不动 反正年底我还是看300 最晚明年一季度也有 反正对于200的朋友来讲 现在也是没有买点 也没有卖点的位置 日线方面大家真的想去吸一吸 很难受的话 大家就至少都要去找 五日均线 比如说235左右的位置 你才去吸 那么更好的位置 我个人的话会觉得回到 210左右会更舒服 突然来一个像9月初 是吧 当时无缘无故就暴跌个8%的这一种 无端端的利空 这个是比较好的 然后就是Snow 那么Snow刚刚才说完 到了建仓的区间了 然后马上就在盘后发布了 20亿美元的可转债 还有定向增发了 主要是用于回购 还有研发的 消息向来看的话 肯定是偏空的 那么目前夜盘是下跌 3%左右 股价是收在110元 位置 把昨天的涨幅反正是全部吞掉了 但是夜盘来看的话 现在也没有跌破前期的最低点 107 那么考虑到这个行业 发展的还是非常有前景 同时整一个云服务 云计算的需求还是很充足的 那么虽然目前Snow的业绩和展望 不如华尔街预期 但是我个人在这一则偏空的消息之下 还是维持100元附近 振付10% 也就是90到110之间 建仓的计划 如果说实话 没有今天的突发经营上的消息的变动 说实话我也认为Snow也基本上见底了 那么预计这一则消息出来之后 不排除 华尔街会有机构跑出来 会调低一下 这一个Snow的目标价 毕竟20亿美元 对于Snow来讲的话 这个增发 还有可转债 肯定在估值层面 或者定价方面是有影响的 已经买入 持有的朋友 剩下的子弹就等一等 100元下方看看再会不会提供机会了 那么如果结合上还是一样 10月大选的杂盘 对不对 再考虑100元下方再去买 但是说你已经买了在110左右的 我觉得你也不需要去止损 这一则消息 说实话不是什么世界末日 也不是什么爆雷 只不过华尔街不喜欢 这一类的公司经营上面的操作 和Unity是类似的 那么当时Unity是不是也是换CEO 也是调整经营策略 然后本来20元间底了 最后你砸到15块钱 华尔街就觉得你是一坨狗屎 现在调整了一下业务结构 CEO又换一换 是不是最后股价也都上来了 反正保持耐心了 Snow这一则消息 不会对Snow的基本面产生极大的影响 有影响 但是财务面的 然后就是羊 今天中国的这个羊妈是吧 出来开会继续放大招 我看墙内的媒体基本上是霸平了 天天就放大招 是不是憋大招 然后就是下大棋 这个羊的机会 我感觉也快出来了 反正港股A股 咱们就记住 墙内是不可能有人这么跟你说的 就是熊长牛短 熊市是大多数 牛市来的很快很短 那么今天这个恒生指数也好 A股也好 盘前这个爆拉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但是是短线的 我个人来讲 然后现在目前夜盘6.7 扬的这个位置 我觉得小资金夜盘 你是嫌无聊的话 可以博弈一下 但是切记 这个博弈时间越短越好 最多你也不能超过一周 一周你亏了 你就得这个止损 因为实在变数太大 这种也是杠杆对冲的工具而已 对不对 我这里也不是说做推荐 做这个指导 只是说这个作为个人的看法和想法 说一说 我自己也没有买 大家就自行发挥 但也并不是说 A股港股这个东西就永远不会走牛 永远走熊市 只不过目前我的判断是刚刚进入衰退周期而已 这个萧条的周期还要慢慢走出来 对不对 香港都成啥样了 那么每隔一两年 我个人觉得是真正走进正常的宏观状态 是不太现实的股价可能还是会有反弹 或者说有波动 但是想涨大牛市是比较难的 那么参照过去中国A股 是不是以上证来看的话 就是很好的例子了 那么当时08年全球经济大危机 对不对 然后中国也4109年的时候大放水 对不对 但是软着陆失败 那么随后10年到13年 这4年萧条加衰退 是吧 直接就干趴了非常多的人 然后一直到了1415年 才由于资金推动 也都不算是基本面推动的牛市杠杆牛 才给了大家很多造富的机会 那么随后又是打回原形 这也是为什么一直围绕3000点的原因了 所以最近已经连跌了三年了 是不是疫情后的三年 现在最大的火车头也熄灭了 当时火车头还没熄灭了 对不对 所以影响级别是非常之深远和重大的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 所以我觉得熬过25年再说 再去说考虑是不是要做多港股和A股了 是吧 至少25年你要等欧美股市都涨上去了 是吧 没什么可炒了 到时候特斯拉都可能已经创新高了 5万亿的英伟大都出来了 资金无路可去的时候 那么海外资金才会真正的回流到港股 或者说A股去把这些所谓的低估值给抬起来 才是真正的炒作的时间 所以对于中港股市 我认为时间还没有到 大家不要着急 反正做一做短线的羊 对冲一下娱乐一下的仓位就好了 好吧 今天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还是那句老话 我们一起投资 不孤独